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 大家好我是张大仙 上期快报给大家介绍了 新英雄蒙田上线 哎呀看来蒙亚父子相聚 峡谷指日可待了 想想蒙亚在后输出 父亲在前列阵保护 是不是感觉很温馨呢 当然除了新英雄上线以外 4月17日体验服更新中 还迎来了几位英雄的调整 别慌 这次可是好消息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先来看看鱼姬 一技能基础伤害为365 等级市场为160 是AD加成由原来的1.8 上调至2.0 那我们对比一下正式服 看看一技能 伤害究竟相差了多少 那正式服满旗神装的鱼姬 一技能伤害为2051 而体验服鱼姬则为2169 比正式服高了 那么118点伤害 许多小伙伴就会问了 那既然鱼姬的AD加成增加了 那么是否携带百川明文 玩以前的穿透流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将鱼姬改为暴击流的 那两次调整 给二技能和大招增加了攻速 下调了鱼姬被动 以及大招的AD加成 而此次仅仅提高了 鱼姬一技能的AD加成 在现版本 后期一技能长达5秒的CD 携带百川 远不如携带暴击迷温 多打几下平A来得实在 况且现如今 鱼姬力压后翼 虽然相以50.89%的胜率 位列胜率榜第五 一手二技能雾免 还能克制前四位战装怪 此番白减了一波加强 提高了鱼姬 清线和消耗的能力 改善了放跑残血的情况 小伙伴们还是投着乐吧 接着我们再来说说小乔 降低了一二技能的蓝耗 一技能初始伤害 由450 上调至500 我们前段时间 给大家播报过 中路的T度排行时 将小乔排在T3 是因为小乔前期伤害低 控制不稳定 游走支援能力 并不是特别突出 前期不能很好地帮助队友 打开局面 并且作为一个传统的炮台法师 他还不能充当工具人 给队友让经济 此次调整提高了小乔前期的倾泻能力 能让小乔跟着上如今版本的节奏 降低蓝耗 只能让小乔更好地打出消耗效果 总而来说这波加强 还是让小乔玩家习不胜收 不过话说回来 这回又是加强伤害 又是降低蓝耗的 莫非是天鹅之梦 马上又要重做回归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莫子 降低了二技能蓝耗 二技能基础伤害 由500 上调至550 等级成长由60 下调至50 也就是说 当你把二技能点满时 炮弹伤害则和正式服保持一致 而弹坑伤害更是全期不变 哎呀 古然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前面的小乔是纯加强 而莫子后期则是平调 不过此番下调蓝耗 可以让莫子放弃圣杯这个选项 安安心心走出出了 消耗能力上升一个档次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理性的 理性的光明状态 增加强化普攻范围指示器 修复了理性 在光明形态下 三技能与敌方距离过近时 无法缩减三技能CD冷却bug 修复了理性 在光明形态下 使用强化普攻后 快速使用其他技能时 强化普攻无法造成伤害的bug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上测试 从以下视频中 我们可以看出啊 光性使用二技能后 蓄力大招时啊 很明显有一发强化普攻伤害丢失 而在体验服里啊 无论你怎么操作 打出几个技能就会显示出极端伤害 我们再来看看光性大招CD的bug 光性大招CD为25秒 正式服光性贴脸 对下猴使用大招后啊 大招CD并没有减少 而在体验服啊 光性对着下猴使用大招 大招CD直接跳转为22秒 那不得不说啊 虽然此次没有对理性 进行素质方面的加强 但是一连修复光性两个bug 让玩家无论在手感体验 还是英雄强度上 都能获得很好的游戏体验 这是可喜可贺啊 那从本次调整来看呢 官方在收到玩家们的反馈后 也在积极做出调整 相信以后玩家们的游戏体验 也会越来越好 那么你觉得哪些英雄需要优化呢 可以给我这边进行探讨 我是张仙 我们下期再见